好,來,我們進入到Python的最後面了 跟檔案有關的 還有一些的異常的處理 好,來看一下檔案做什麼 各位,當然我們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以後可能直接會input所謂的CSV的檔 但是Python 它畢竟還是多功能性的程式語言 它不是只有處理這個大數據 或者是machine learning 它還有很多的用途 所以說是有時候我們會需要用到一些檔案 好,那檔案其實就會各位知道 我們檔案有所謂的re-write re-on-the-write這些的一些的權限 好,我們先來看到 我們之前一般的時候 我們做輸入的時候還記得吧 我們是用什麼 input,對不對 input或是print 把一些值輸入或者是印出來給你看 那但是如果說我們是一筆兩筆 自己輸入還好對不對 還記得吧,我們像之前的練習 頂多輸入到可能10筆的10個數字 但是如果說一連串更多的數值 你要去做輸入的時候不可能 手動的在console的部分去做輸入 所以說就需要所謂的用檔案的輸入 把你的值傳到你的python的程式碼裡面去做處理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你的結果 是要能夠輸出output 輸出到你的程式去做存檔的動作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那個9-1 大概這個檔案的一些的流程 第一個先來看到 當然我們所謂的叫做open的函式 這個是把這一個檔名 開啟的檔名呢 把它做開啟 那開啟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記得 我們一定要去做檔案關閉的動作 做close的動作 好,那它的語法呢就是一個open 接下來這個你的檔名 注意這個檔名都要用單引號 或者是雙引號把它 這一個引起來 那再來接下來是有個叫mode 也就是它的所謂的模式 這個模式我剛好在第26行這邊會有寫 w就是write r就是寫 好,a是什麼呢? append 附加 附加就是原來的檔案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從後面去做append 你沒有去做append的話 你直接寫write 等一下我們也給各位去看 它原先的資料它會覆蓋過去 所以說要記得這個append 當你資料有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用append 好,那有一些 以上當然是文字檔 那有一些所謂binary code 這個二字英文的檔的時候 就多加一個b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那在接下來之後呢 就是要寫 寫了 write 還有read reline reline 這些都是韓式 reline relines 加s reline是一行一行讀 好,記得 假設是一行一行讀的時候 然後就要可能用for的回圈了對不對 好,一行一行讀 那reline是一次 就是把它一行一行讀所有的 好 reline 讀幾個字元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第68行到第87行 是老師把原來課本的把它栽錄出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因為注意,因為python的話 我們的全部都是從第1個開始 各位看到 68行 你們這邊應該會有一個紅色的字對不對 錯誤了 這邊都把它退到第1個地方 這邊一樣 因為我是從原來的這邊的程式碼 這邊的function 第90幾行出來的 這邊只是給各位看到這一個 這邊都把它退過去 好,都把它推到第1個 因為 python對於這種內縮的格是要求很嚴格 因為它並沒有用夸弧去夸它的 敘述的主體 都是用這個內縮的部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第68行 先把它全部都退到第1 第1個的位置 好,我們現在先來去 open 打開一個 這個 這個 Fruit 點 data的這個 檔案 檔名 好,打開來之後呢 我們也一樣 我們先把這個 變數全部先清掉 好 這變數先都清掉 好,我們先打開一個 fruit 點dat 你也可以 點csv 點t xt 都沒關係 這檔名 隨你 好,那接下來就是 注意一下 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open 完了之後的 object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物件一樣 那會回傳 傳給什麼呢 我們稱為叫做 out file 這out file就是一個變數 好,這個是一個變數 可以注意來看一下 這個out file的type是什麼 它是文字的 它不是令 我們這個什麼 string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講 就是針對我們剛才這個物件 就是這個out file的物件 去做寫入的動作 好,那我們執行一下第70 71,72 接下來就把它去close掉 好,close完了之後 你想想看現在檔案在哪裡 檔案在哪裡 好,這邊有一個files 這邊 你們找找看這個檔案是在 在哪 這邊看一下 在這一個 右上角的這個視窗裡面 第一個是variable嘛對不對 我們的變數 秀給各位看 那這邊一個葉簽 files 就在這裡 我現在產生的是 2020年12月8號 看到沒,這在哪裡 這邊 這邊注意一下 這個按下滑鼠的右鍵 這個檔案 按滑鼠的右鍵 最下面 那邊 in folder 你把這個搜紙 一看 好,或者是你點兩下也可以啦 点两下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在这里了 在你的这个地方 那你们可以到档案总管 看它是在哪一个目录下面 可以找得到吗 我试着找一下 应该是在文件下面 我们的文件下面 这边就出来了 我的目前是在这里 你刚才我再重新做一遍 这边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这里 点两下 这个fruit点dat 会秀在我们的这个编辑区这边 我们刚才输入的banana grap和orange这三个 那你这边再看一下 这边按滑鼠的右键 使用者的users里面 先自己找找看 你的是不是在那里 当然等一下会教各位 我们可以去改目录 我说为什么你前面不用define的函式 define哪一个函式 就是alpha 因为下面的函式 所以就不用define的函式 你是说我原来的城市码的第89行吗 对 对 来我待会再解释一下 我这个是让你一个一个去测试了 86行你们先测试 测试等一下测试这一个 再测试一次 再测试一次的这一个82行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退到最前面 75行你们再做一次 75行你们再做一次 75行应该是 你们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 也是这样把这边全部都退回去 75行那个是 我没有用 跳行的符号 我没有用跳行的符号 好我直接执行 各位执行 75 其实那是执行在75到80行之间 好完了之后呢 你直接点选一下这个 好 它是没有跳行的 对不对 可是发觉到为什么 原来前面三个不见了 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才前面三个是不是 banana 是第一行 第二行是 葡萄柚grap 第三行是orange 对不对 注意这个是right的功能 right的话 他会把前面的去做覆盖 做覆盖 好 特别注意一下 好 好 那如果说你不要覆盖的话 请各位就是执行第82行到87行 一样 把前面这边把它全部退缩回去 82到86 这边是老师拆解出来一个一个让各位去 好没问题 最后来看一下我现在 你先记得一下 八刚才八七十五行到八十行的 Fruit 点Data 这三个 是在同一行里面 对不对 是在同一行里面 好 那我现在 执行82 行到87 行 注意一下 我现在的mode 我的模式是用A Append 82行后面那个A Append 是把它附加在原来Fruit 点 Date 的后面 好 来看一下执行一下 好执行好了之后你再点选一下我们的Fruit 他就Append到后面去了 好这个相对的就是以后你将来的结果以前不是print的吗 对不对 以前不是print 好一行一行印 顶多你要让他接续连连着印的话就是end等于一个空格 对不对 好 如果说你要换行 就是print 夸乎 就好了 print夸乎就是换行的意思了 好 好这边就自己练习一下 好那至于89行到96行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吧 89行 DEF 是define一个 函式 叫做M-A-I-N 对不对 那定义完韩式之后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Valible这边来看一下 定义完了之后呼叫 他就直接可以去做存档的 就可以直接去呼叫了 好 你这个可以呼叫一次呼叫两次呼叫三次 好 你再去看看 Fruit 又改掉了 变成三行 因为原先的那个又去掉 好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的话来做个动作 把第90行的 W改成A 就是append的意思 接下来第 你这个append的改完之后 89行到95行就重新再 执行 先 执行一次 好宣告嘛 好宣告完了之后来我们的 这一个function M-A-I-N man的这一个 韩式呢 那你就执行一次 你再执行一次 再执行一次 再执行一次 你看看你的 Fruit 点 Data有什么结果 他append了多少次 好 append了个我刚才好像四次吧 为什么orange跟banana会连在一起 因为是append 后面它会接续 所以你要 前面再有 这个第 第三行的orange跟banana要 再分开来的时候 记得前面banana前面要建一个跳托符号 一个跳行的 这样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好回答你问题没有 那个 就变成一个韩式 我可以呼叫这个韩式 我不用每一次写每一次写 那老师的这一个70行到 70行到87行只是拆解出来 好 你们试试看 好 好